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之前 也是在家居死 他发了四十八月 孕发了之后 一定要休息 要把这四十八月 全部能够落实 不落实这个孕是假的 是空业 落实可不是一个容易死亡 你看看 他第一大业 所发的 他所居住的这个过途 没有三个道 这个业能做到吗 这我们想是确定 不可能 如果我们发一个印 不要说 那个寂寞世界了 我们发现这个土文坝 这小地方 我发个印 我住在土文坝这个地方 土文坝没有坏人 能不能做到 太难了 是可以做到的 要自己先要做到 纯净 纯善 然后还要教化这个地区的众生 要花多少年 至少要十年 把这个地方众生都教好了 这个地方没有坏人 那阿弥陀佛那个世界太大了 那个世界里一个坏人没有 没有人做坏事的 没有人有恶念的 他才没有三窝道 三窝道的根 贪心 是国贵道 成慧 是地狱道 愚痴 是畜生道 换一句话说 极乐世界的人 没有贪嗔痴的 他才会没有三窝道 贪嗔痴是三窝道的阴 地狱莫为畜生 是贪嗔痴的果报 他要真修 用多少时间去问 无界的时间 释迦牟尼佛在这位经本上告诉我们 他罚了48元 无界的时间 无界多长 我们没办法想象 如果我们说 我们的萤火系 萤火系有沉住怀空 沉住怀空一次 这叫一个大吉 沉住怀空五次 你说这个时间多长 这么长的时间 修行 他真能做到 做到之后 极乐世界 所以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 是阿弥陀佛 本月 无界修行 功德之所成就 不是其他的 这个无界修行 这个无界修行功德的成就 估计 他太大了 这是新鲜的 科学 已经有上千人 在研究这个东西 成疾非常 可观 从科学上得到的 这些证据 念头 佛法 最早就知道这种事情 所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是意念成就的世界 那个世界 无需要人去设计 无需要人去施工 竟然成就 这个道理很深 大臣经里面讲的很多 不但极乐世界 他方祝福世界 几乎都是一念成就 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 遇见天 遇见天的上面 化落天 他化自在天 纯是一念成就 再望上去 那更不必说了 四场 四空间 望下去 我会 出生 令到别人 地狱 也是一念变现的 地狱 不是人建造的 也不是神建造的 与他们都没关系 是自己不善念头 不善的造音 所变现出来的 都是出于一念 这一念能量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那么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 纯净 纯善的一念 用妙宝 来形成 来比喻它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